其实你要说这AD换一个的话 正常搭一个瑞尔吧 也还好 关键他搭的还是个进 这个下路组合 其实是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 那只能按打了 我拿出来奎音去打几个鱼 但是没 就是被抓了一波之后 直接没声音了 爱惜也蛮久不见了 声音节奏 硬碰硬的阵容 来到召唤师峡谷 大来下这把好像 可是还比较害怕的 就是一个下路 他直接带来个进化 就是爱惜的剑 跟万豪的这个进场 让奎音会有点忌惮 其他人的话感觉还好 对奎音来说 没有那么的 威胁性没有那么强 上校全期都比较看好 RW这边的阵容 蓝色方阵容 刚刚其实有看到 Wink这里是一个不甲 在身上 等一下上校 上校走了 看一下不甲 那他就直接 可能要直接做那个啥了 直接要做钢板鞋了 第一件 钢板鞋 很拼 看看这个不甲 是不是能出奇效 发现最后就差一丝血没死 因为不甲立功 我们方面的选择 爱惜这个版本 因为装备的更迭 其实在rank里面 更多的是打辅助位置 其实爱惜打ADC 现在还是挺少见的 主要是用相当于 其他的ADC carry能力没那么强 他算是一个功能性 较强的AD 这边直接上来 抢一级的线权 爱惜的下路 是帮忙打一下野的 薰这里的话 也是照常刷 上路从头像来看的话 这个兵线已经压得很深了 一级鳄鱼太弱了 一级 有一技能加持的一个 奎英 电视能力太强 80%的上弹战士都打不过 南枪这里 从上面去 刷一刷 哎呀我在想 南枪这个英雄 你配合鳄鱼 也不好抓奎英 我还以为可能哈瑞会配合一个那种 比较拼的那种打野你知道吗 而且他有一个净化在 我那种奎英选出来 你必须要选那种打野 对他有那种突进能力 致命威胁 比如说 像那种什么赵信雅 这种扎克这种英雄 这种奎英就很怕很怕 但你一个南枪就感觉 好像没有那么忌惮你 这把我感觉 刷的发挥空间还挺大的 突然想起来 队伍在赛前的那个采访小短片里面说的 希望泽赛不要打那种长手英雄 对不要长手打单手 但是那是泽赛的风格呀 你最怕的终究还是来了 下路对线的话 达出对线组合还是蛮强的 哎这里打出踩一下 中了 这边滑踩 哎 这球球应该不太应该啊 他被打之后就老老实实走就行了 这球突然有前面小C9桶 那一波那边 他这个主要是拉到塔仇恨了 是的 这波被钉到塔下 直接被打死了 而下路死这一波 对于一个万豪来说 很很伤很伤 啊这则是知道上路没 没演的啊 这个视野是插到了 上面的这个草丛屋面 而且他这样一波 其实也失去了 万豪在前期两级骑 就上路来了 先看台 没台到 没台到的话杀不了 这个沿途空掉的话 可以直接撤了 跟颜旋是也没什么联动的 嗯 哎 黄麦定一下 自己被超准到了 这波如可以有危险 闪现往左边拉 薰在这个位置是有机会救一下的 但是哈若跟Boss想动了杀星了 薰拦了一下Boss 自己的话有点危险 也被低了起来 还好南湘这里 是没有技能再去 位移了 这波如可以是摊了一下 他有点想打 他如果第一时间走的话 是有机会走的 他是往左边闪了 他往右边闪的话 可能南湘跟阿辽也会跟闪 嗯 远利有点迈自己的 因为他可能说 就是你快来 我能就是支援一下 二边可以打 嗯 然后结果自己没撑住 主要还是他第一个 嘲讽没躲掉 哈若来下路了 这里第一时间 IG位置有点危险 当然有个W就能开始溜 这把W的终点还 上来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哇 但是鳄鱼的骨刀 好骨 鳄鱼的骨刀好惨 哦 十一刀 这个兵线有个炮车 这波兵线已经裂开了 但是Z5有TP 哇 Z5这把真难受啊 炎鱼 哇 好败 但是黑暗手锅直接打出来 密切要溜了 在这个位置也是知道的 这血量太低了 得溜了 现在的话 感觉RW三条线的对线 还是 还是不容乐观 三条线对线都没掉了 卡白大师要来了呀 这里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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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断一下回城 但是没断掉 但是球秀这里怎么办 拉了一下 Wink 但是Wink没有吸引到塔的仇恨 这边还在low Wink Wink这边被打了一套组合拳 你得透啊 Wink W技能打出来 Wink没死 球秀的话 拉回到塔下 这波加辽的觉得很不错 超红到两个人 暂停了这里 这波照这个剧情来发展的话 感觉RW要亏啊 两个人被超红到 那个位置会被加击的 加辽现在这个战斗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他说满状态入场 直接超红到两个 虽然南枪和色体都是残血 但是加辽这个时间 在人队里面 他已经打满了第一波控制 旁边的人补一点输出就够 我好喜欢这个图标 要来了吗 LPL 来了来了来了 听到声音来 但是 一会儿 招了好几个闪 现在是没有人员伤亡吗 虽然我已经忘了 那个暂停前发生什么了 我们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中 IG战队的Rookie选手 反映设备出现问题 并按照规则暂停比赛 经裁判组判定情况属实 由于该情况 对比赛造成明显影响 当职裁判组判定 提供时空断裂选项 经双方俱乐部沟通后 确定将比赛 确定将本局比赛 从 从5分36秒恢复到5分21秒 哦 就是时空 练习了一下 那接着来聊比赛吧 IG跟RW 现在比赛是打成了一个1比1 现在加里奥算 那就只产生了一个加里奥的人头 跟下路的万豪 在塔下被击杀的这两个人头 是的 对吧 现在整体的一个局势 IGD还是掌握了1000的经济领先 是的 比赛继续 哎 感觉鳄鱼的日子好像稍微好一点 好像慢慢的把这波的线是推了过去 但是奎英这边正武剑袋做出来了 嗯 正武剑袋 加上自己的萃取已经打了一半多了 看一下第一条小龙 已经7分钟了 还是没有人动 按照IG之前的一个习惯 他们是非常喜欢去掌控小龙的 这个局面的话 感觉两边稍微一点 主要我觉得两边选手 可能也要捋一捋 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 到底之前我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是的 现在两边要重新找一下比赛的感觉 回来要定一下神 嗯 哎 哦 侧面给了一下 就是下入这一波是吧 又没打起来 刚回来的时候是直接撤回去了 哎 卡牌 炎雀从旁边 炎雀大招支援 直指万豪 万豪应该是必死的 华彩定住了之后 这里直接由炎雀收下人头 哇 这卡牌跟炎雀 这个炎雀的支援能力太强了 两个人一起飞过来 真的是 没法走 哎 这鳄鱼好像 慢慢能打了 首先这边看大招 防保线 看一下 有没有再打先锋 IG这里 肯定是先要把小龙控掉 8分钟的时间 打掉了 我说上半区的先锋 RW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这波还可以吧 直指损 下入被击杀 然后拿小龙 拿自己的话 把先锋控了下来 瞧瞧 中路有机会 如可以有进化 解掉 拉了一下 有机会吗 再让 RW躲掉了 但是最后还是被 被动的 那一下应该是 对然后配合球球的点燃 带走了 来中路骑骑的一波 出骑至胜了 这边 红怒 是用来回血了 现在鳄鱼是做出了一个钢板鞋 慢慢的也是能稍微混一下了 但是血量还是很低 等级起来了之后 对线可能还是很难受 但是鳄鱼拥有那种 一波技能组把兵线清掉的能力 嗯 现在南枪确实很难帮上 他选到这样一个中野 对Z5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支援能力 严雀在上半区 但是此时此刻没有大招的 嗯 哎呦 挺难配合 可音的 看哈尔这个先锋在哪里 放吧 现在身上带了个先锋 严雀从后面绕过来了 这里好像还有一点想动鳄鱼的想法 嗯 这里感觉要Z5至少把R段E都用了 他有机会 这里则是在勾引Z5用 用E 再往前绕一个草 绕过来了 卡牌大高还差最后一点 哦 这个预判的是一个贴到脸上的位置 嗯 还是挺难杀的 嗯 男枪在侧翼 中路啊 闪现潮 Ruki这波是有闪现的 但是交出来之后感觉也来不及 这个位置太短了 他被烟雾打胡脸之后 正好杀人之后再吃塔皮 这波节奏起来了呀 RW 直接可以放 这把抱质针跟这个哈尔的配合 就比上板要好太多了 嗯 这把全是节奏 Ruki已经是连续这帮三次了 现在的话RW终于也节奏起飞 薰的话来中国补现 这边很寒还要伤 这边烟雾弹跟上交一个闪现薰 被大招收尾了 啊 这里卡牌过来 卡牌直接开大招 哦 枕头收了 但是 不好把他抱进塔 没有抱进去 这个闪现毫无意义啊 感觉 抱到以后有队友师追上吗 这个队友是从后面赶来的南枪 这一剑有了 这一剑很关键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有了 Ruki这边又要再次阵亡 哈尔拿到这个人头 哈尔三杠零了 哇 这一剑 好准在自己家野区设的一剑吗 十万八千里跟过来一剑 这个预判也是做绝了 本来还求求这个抱之后 没有队友能跟上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剑啊 一剑是配合哈尔尔拿到这个人头 控制补足了 而且南枪没走 这段时间 二达路打得相当不错啊 中野一直在带节奏 哈尔尔慢慢的打肥了 从落后一千 把阶级完全打回来 现在甚至领先了几百块 而且关键是 埃及这边的节奏点 Rookie啊 连续的阵亡 再加上中洞的防御塔 已经残血了 加梁老师看准时机 延确把一套技能放回来的时候 直接上去打 对 这一波抱着跟哈尔的配合 就很奇妙了 哎 下路近视太大了 好像 但是没有产生人头 看一下 是在核道 核道的一剑 就感觉刚刚那个角度 好像有点不太对 核道一剑 这个剑躲不掉 正好带一个 狭窄路口 哈尔尔拿到皮尼斯规 那这样的话 RW的中野节奏 好起来了 还能入侵一下F6 现在中路卡牌过得 就非常非常难受 上路开大招 打了一波 但两边没有换 张尔尔尔技能 只是鳄鱼的大招 打了出来 而且卡牌一旦被压制的话 上单也很难 这个是 600个中间 这波是杀情况 好像是想动一下吧 还是说被抬了 中塔倒是拿掉了 但是南枪送了个 大人头出局 而且给到了延阙 看这个CD 好像是被延阙抬了一下 球球在旁边 这波还是有点想打 球球有大招的 这波RW可以定了一下 连出了一下 大招放 这一个点燃 其实是套走的RWK 但是宝兰进场 这两个人伤害不够啊 这两个人 薰的Q技能 完全被小兵抵挡了 这边还要追吗 挂了个点燃给F4G Q技能应该是有了 有了有了 差一点 宝兰是拿到了F4G的人头 两边交火的次数非常非常多 在这几分钟 但这一波的话 阿尔达路是稍微有点亏 他们的大人头 死掉了 然后中路的话 是形成了一波一换一 而IG也是一如既往的 去控小龙 在13分钟的时候 把第二条小龙控掉 他不让双心的 依然是一个土龙 土龙魂 这一波回顾一下 怎么回事 黄牌病然后被突到了 然后被塔打了一下 这一波哈尔就有点不小心了 而且哈尔也把自己的闪线交了 哎 上部可依没有双张 卡古道 这波可依应应该是闭死了 卡牌赶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这把阿达路的中野 带着一手好节奏啊 各种支援 各种飞 这把焦太郎就打出效果来了呀 而且这部前面抗压 其实也抗出了效果了 这样来看 这个击杀一波 他的兵就会赶回来很多 回死一波 真的都是非常伤的 现在阿达的上中野 开始跟IG硬碰硬了 现在阿达的上中野 打起来就非常厉害了 不过这边是被逞了 红巴 哎 比起这个位置没有被定到 但是直接开大招 哦 被打到打到了 第二个先锋 这第二个先锋 依然是由南枪控下 这把卡尔的节奏很好 因为中塔掉了 连拿两个先锋 对于卡牌来说 中塔掉真的是非常的伤 这把卡牌飞不动啊 掉的太早了 14分钟之前就掉了 对 想想就上一把 主体的卡牌 这把的他就太难飞了 虽然自己的队友 已经竭尽全力在野区里面 做一下侧翼的示意 但还是很难受 哎 这个后世被HR撑了 那红BUFF怎么说 WINK也赶过来了 现在IG想打下半局 这是正确的选择 哎 运了一下 帽子 帽子 帽子叫闪现 炒总了一下 还在这边队友跟上 帽子的话能换一个吗 换不掉 这边奎英赶到 队伍刚进场就要被打残了 队伍这波 队伍这波好残啊 已经被烧掉了 TB过来 刚进场就直接被打死了 那的话是打成了一波一换一 帽子是还看起来大招往前追 还要追 米奇吗 米奇躲了一个W 但是自己是被致盲了 还在找 WINK这把W技能 滑踩的 拼住概率有点低 嗯 前面几波都没有定住 这种节奏就是奎英很舒服的 下半局打起来 然后我可以用大招支援 但是你只能用TP 而且Z5这波很伤 TP过来自己还死了 现在的局势对于RW来说 还是挺好的 就可以接受吧 从前面 对 僵尸局面吧 对的 因为他们这个局面 怎么说呢 往后期去发育 整个的阵容 C位的成型期到来之后 可能会更厉害一点 但是呢 他们这个发育并不好 他们的上下两路 都被压了满多刀的 看来这波 想先动焦太郎 一拉到以后 但是焦太郎 嘲讽 嘲讽到两个 而且熏矢直接被秒 太脆了 焦太郎的话 一反而没死 不过内部这波的进场 有点尴尬 因为奎英已经从后面赶过来了 几个输出围 他打 逃不住 上路好像又打了起来 放了个先锋 谁在上半局打 反而是RW需要看到的 但是这一波的话 这个先锋 哎呀 好僵啊 这个先锋 先锋 撞都没撞出来 有点伤 啊 而且这里有一个小有的问题 他的人头有两个都是在宝玩身上 嗯 这把主要还是Rookie太太穷了 是的 哇 红buff的奎英狂风之力 上来直接就是干了一波 卡牌去下落带线 这个时间点把AD放到中路 其实IG这样的打 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就稳下来了 还是这个问题啊 答不过他们的团战需要开起来 他们需要IC的剑或者球球的绕后 能把团开起来 如果开不起来的话 那IC这边四个输出型英雄的伤害会很高很高 他们必须得把团开起来 然后把IC的阵型给冲散 如果冲不散的话 感觉他们团战还是挺难赢的 这几个长手想碰到大后排是有点难的 就像刚刚那种情况你看 鳄鱼上去是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会直接被秒掉 所以他们很需要爱惜跟这个万豪 20秒的小龙先把下半圈的视野给占了 哇 Z5好难受啊 就被制盲了 两眼一摸黑 进化打出来 Z5这波感觉被单杀了 兄弟 追着狂点 赛一脚 上头了呀Z5 有进化的呀 这波Z5直接被秀了 RW这里的话 想在这边能够打吗 一个大招 定了下宝兰那是宝兰拉开距离了 球球这边拉了一下Zuki Zuki交出自己的闪现 球球就放了出去 但是薰 薰子也被秒掉 而且紫赛第一天支援不到的 那就的话 二大队在下路打出了波林化二 而且宝兰的话 被民起这边的爱惜年度 也是交出自己的闪现 进场的第一波打得太猛了 这一波他还在上路拆塔 但是下路 爱惜终也是遭中了 终也是被拿了一个DoubleQ 蓝色方BP环节最后两选 这个爱惜家人色体 刚刚那一波真的是打得 对 他们还是需要把弹开起来 把弹开起来感觉还是很好赢的 而这一波的话 因为 有差点上路拆塔 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到战场 所以IG在这面段战场是溃败了 欧席先生给到焦太郎 参加率100% 当前助攻数五个 这把焦太郎确实打得好 他跟男枪打出了非常好的配合 来看一下回报 这第一时间定格瑞尔 已经不算是开到好团了 但是后排一旦被四皮黏住的话 就没办法走 主要赶这个斯威斯 如果说上单不参与的话 他是随便打的 这个斯威斯因为爱惜太脆了 连血只要被摸到 第一时间就没了 目前来说最肉的一个还是这个辅助 但辅助根本扛不住 但主要这个辅助瑞尔 还是没有保后排能力的 所以他背开 或者说队友背开 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后排 现在等一下 爱惜需要看 泽尔的这个奎英单带了 他们在正面战场 挺难的 正面战场如果说 爱惜有大 万豪有闪的话 还是尽量不要打 哎 球球 哎 泽尔这边直接狂风之力打一套 也只能打一套了 现在20分钟 一旦节奏打好了的话 这个大龙就能空下来了 这把泽尔舞台倒是挺大的 他在单带端有点无解 只要有进化有闪现 很难被抓 但是正面战场 SE是不能被开的 一旦被开 RW就会赢团 RW这把真的就是 把所有的投资 全部放到打团上 鳄鱼这把做的挺进破坏者 力球单线上面 或者说打团的时候 能进去打的功能性更强 J5他真的是有点自己的理解 他还挺快的 能让他多一段小单位移 你不管是进攻还是 对吧 撤退 都比较灵活 正常情况下 阿娥肯定是可写吧 对 他感觉 Ig是四个长手英雄 他表写很难使用出来 他多一段小单位移 其实是不错的 上校回到了一个 50对50的位置 现在Ig就领先在一个 奎英的单带点 但是RW正面开团 能开起来就能赢 J5现在两件套了 但是打团的时候 他能否有一个 比较安全的输出位置 还是一个疑问 卡牌开大招 要杀中物的Ig 看一下 Ig里面反种一箭 射到了Rookie Rookie这边可能要被秒了 报纸的即时支援 陪和Missi拿到了Rookie的人头 泽塞从旁边赶过来 但是这里没有办法进场 泽塞旁边拉一下 又激了一下 自己的话没有被炒捧到 但这的话 Boss的精神是被逼了出来 而且这个沿途足道的Boss Boss差一点被摆断 被摆断了一个点燃 Boss被杀了 这的话 泽塞在听一下队伍 队伍也是被秒掉 但是泽塞也是被南枪给震死 这样的话 南枪拿到一个杀到 而且这边反出一个大招 打着效果还不错 狙死的球球 轻里面还要抬 大家被抬了过来 怕这边打了两下轻 但是自己的话上弹 哇 轻里面最后一个Q 进来DD好了 直接原地一个Q 哦呦 烫死了 配合自己的这个技能 直接烫死了 这一波最后极限换掉 处理弹局其实已经是 RW追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不利于自己打架的位置 只有两边的ADC活了下来 来看一看 进化了解 回到配合家聊反大 第一波打完了 说红色网只能往后撤 但是 泽赛啊 一波人胆大 不能再切过来 这波泽赛 以前没吵到 哇 出差一点点 没吵到的话 感觉泽赛这波直接要 没了感觉 南枪也是交闪 现在直接上来打 往南小控制 以自己的小身板 在这儿 还是扛了一会儿的 嗯 他这个大招 感觉位置 是在稍微好一点的话 全收了呀 红尘 哇 这都被炸死了 还是烧死了 很极限 那 IG这波打完之后 还要开大 在找谁 在找鳄鱼吗 爱惜现在的装备 还是不太好啊 神话装还没有做出来 只有一个破败的大劲 小龙 小龙20秒杀新 IG现在已经先站好了位置 而且视野基本上 位置不好了 技能前线 稍微 刺了一点 这一键 没开到 球球的话 感觉要白给了 球球直接被秒掉 往南顶在最前面 那边反正 开到三个人 这个沿途 哇 这个沿途很关键 FORCE这边 也是被打了一套 RUK上有闪现的 闪现张黄牌定到 但是RUK的伤害不太够 有个精神 薰的话感觉要收割了 迷起 没带到 但一张黄牌 最后IG五个人 只阵亡两个人的 情况下 A4的对面 虽然换掉了延续 但是这一波接团 是由IG大获全胜 这一波阿达路 没开好 他们的下路的两波 开两个技能 一个被躲了 还有一个球就 摔得太远了 摔得太远 对我跟不上 然后后面 应该是延突吧 我感觉台了 应该有三个人 刚才其实进场 第一波 有可能吸的比较好 中路防御塔吹掉 而且他们现在 已经是小龙听牌了 25分钟 小龙听牌 下一波 一旦打到30分钟的时候 基本上人手 都是将近三件套了 看一下回放 第一波想射 但是没射到 这一件很关键 这火箭要在你躲了 球就第二阵的进场 就很尴尬了 宝兰一个人 抵在最前面 位置很好 这个台 盐图 还能三个人 这个盐图太关键了 而后续的话 一张黄牌 三十阵 突下来 这个盐图空掉了 但是 后续先让黄牌 还是击杀掉 十六比十六 非常非常血型 两边现在 经济稍微有点 被埃及拉开了 但还是个问题 就RW得把团 开得非常好 然后让南枪 去打收割 才能赢 如果他们一直 开不了团的话 他又会被埃及秀 连克舞台很大呀 他现在特别肥 是的 连克这把挺好发挥的 RW已经先行动龙了 但是眼下开的 这波 可以感谢能力 很快的呀 卡台也开始 自己大招 应该要却退了 但是RW应该是想 吸引你过来打什么剑 想要打到底吗 看起来 这里先一键 又是射到了一个Wink 球球这边进场 被个加紧药 看到上午一般 球球已经倒进了 但是薰是被秒掉了 Wink这边拉一下 被超捆到 但是泽萨这边进场 太犀利了 直接是秒掉了 艾西 后这边有个金身 哈瑞被拉了过来 哈瑞这边换掉一个 但是泽萨拿到一个 喷塔吗这是 像是个战神 四杀 四杀到手 他从侧翼 从那个屁股后面 直接杀进来 这波RW把自己 所有的功力全都 打到了这个Wink身上 他们为了杀薰跟Wink 还有宝兰 花费了太多的精力 紫善杰从侧翼杀出 然后这个奎因就疯狂点射 现在越来越肥了 8-2-3 七百赏金 刚刚在吃了一个塔前 可以 这个奎因选出来之后 到目前为止是 打出了自己的效果 这边的相机 还要是一个切入英雄啊 这种切入实际 但把握住 这波看着 Megan先吃一个 爱希特大招 然后四体抱进来 这波打起来 他们装备有点落后了 他们ADC 跟鳄鱼的装备有点差 然后奎因这个时候 从后面入场 先杀ID 再继续追击 这波打完了之后 还要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第五条小龙就要刷新了 直接开 延续攻击 进来 这波团战 这波团战 北如画 则杀还想继续追 好不掉呀 真演的 结束了 直接又是一波A 拿这个大龙 爱希特大招 可以收入囊中 这波开得过于果断 迟慢一波 远处进架 起自己的狙击枪 奎因直接经常打 爱希把大龙收下 这一波环战 给爱希操作起来了 而达伦这里的装备落后 是越来越夸张 你看鳄鱼 包括爱希的装备 落后太大了 他们的精力 基本上集中在中野身上 而且爱希 其实前期的 补刀差距就有点大 那鳄鱼就更不用说了 这单线一直被欺负了 这一波又是直接开团 有杀身入水间飞脸 驾驱开墙 这波靠着也在精力了 最后只能闪现换一个 最后闪现敲死一个 哎那边已经超全了 可算是单杀了一个鳄鱼 鳄鱼 已经四件套了 我要开提心 操作起来了 这种平衣滑下就很爽 哎又拉钢 小心一下 这里要打了 天线弹起来 球球好脆啊 太队了 球球直接被秒 正面再陷了个 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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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写 一锦 加一个折进 杀疯了杀疯了呀 这个节奏 中路带着 BUFF的兵线 已经赶到 拆中塔 再拆水晶 比赛突然之间 要结束了 三十分钟 门牙面临威胁 而此时 红色方 Ig五人岐在 我则在那边伤害 他就全水 抱回来 但是全水没打到 球球里面没伤害 反手A死了 哇 再拆水晶 我们可以恭喜Ig 没抱到全水里面去 而且南枪第一时间死了 球球面对一个奎英 没办法 直接又送给 扼杀两个头 被这个奎英 操作起来了呀 但Ig 是以2比0取胜 恭喜 倒不可的之处 最后Ig里面 合太多了 你能杀一个 但是 哇 这奎英伤害 这把二十多分钟之前 其实都没有啥经济差距 但是从这个奎英的伤害 确实 是 好狠啊 他一个人打了对面 两三个C的叔叔 这种情况下 鳄鱼也真的挺难玩的 真的 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被Z5预演到了 对 很难受 从这把两边上单的 这个游戏体验 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跟鳄鱼 这种局面 确实也 不能怪这 他就是很难玩 应该是 这应该没好吧 没跑了 14-2-7 8,8 哇 8,841 8,8什么 40.6%的伤害占比 这什么概念啊 8,8 而且作为一个奎英 他参传率有63.6% 已经很高了 目前也是拿到第一次的MVP 纠极爽局 这种 8,8 没见过 各种帅杀 每一次团战终结者 非常非常的强势 选到奎英 而且他这个奎英 是先手选到的 就是你蓝色方 手小鳄鱼 我直接给你单手奎英 直接量奎英 不跟你多说 关键2W后面两手 还没有给予奎英 太多的一个压力 就南枪跟家聊 这种英雄 我反正奎英 是真的不是那么惧怕的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完结 我是主持人小玉 恭喜IG 赢下了这场比赛 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 Rookie选手 先来两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IG的中代选手 Rookie 好 欢迎Rookie选手 今天的这场比赛赢下来 也不算是特别的一个轻松吧 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因为对面的RW 是有两位小将 其实都是之前IGY的选手嘛 你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 今天跟他们去对线 或者说去打 然后感觉怎么样了 整体来说还是 蛮有意思的吧 然后就是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嘛 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开 新鲜玩的感觉的 这样子 然后 这打赛之后 我第二局就是死太多了 就有点 有点难受 稍微对自己的发挥 今天不算特别的满意 那在第一局的时候 对面是描索下了 青钢影家 加里奥这个组合 可能是来 针对纳尔的嘛 但是你们好像第一局处理的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卡牌打加里奥 就是只要变得 玩的不错的话 就好像发挥空间比较多 而且作用也比加里奥大一点 然后第一局好像 我比较高都挺好的 我就看见我发挥 就作用比加里奥大一点 所以就才赢下来 但同样是第二局 他们也选出了加里奥 同时你也是卡牌去兑现的嘛 但是好像对面转换了自己的一个战术和思路 是通过野斧的不停地游走到中路 来抓死了你三国 是出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的 自己脑残 有点 就好像因为第二局就是 就我 就电脑有点问题 然后就是重开了嘛 然后就感觉 就是 那个时候战停太久了 就整个人都有点就是懵逼 然后就没打好 然后从前期开始一直到 就 从头到尾一直在很混乱的状态 就挺不好意思队友 但是第二局还是非常 应该说很快地赢了下来 就是在一波小龙团之后 当时你们可能在局面上看起来 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还是在一直求团嘛 并且通过小龙团之后 就突然就赢得了这场比赛 第二把我属于就是 就外人 就完全跟胜负这个结果 是跟完全没关系的 所以就是跟着队友混一下嘛 然后大家觉得打团都能打 然后行 我跟你们混一下 混一下真赢了 也给到了队友比较好的一个评价 包括薰和Wink也是刚刚加入了IG嘛 就觉得跟他们的配合怎么样 因为平时听以前的IG的麦克风 可能是稍微比较安静的打团的时候 但是现在都是 大家都是噼里啪啦 不停地说话的类型 是不是热闹了起来 感觉他们说话过于多 就 太好笑 就好像大家都就是性格都蛮好的 然后就不停地说话 就导致让我们整个队友的气氛 就是变得越来越激情 然后就我们打的时候 不管是输 不管是瘾 不管是练习 不管是优势 好像大家都能说出来东西的话 这个就效果也蛮好的 所以你们可以稍微少一点说话 也是比较 加入越来越多的话 也会打得越来越好 那最近的话 包括Wink在采访里面也说了 对宋一静的评价是慈祥 还有很多其他队的选手 也评价你老父亲 我们的粉丝们也非常有才 也说出了慈父守中线这个梗 可能Rookie不太懂 就是中国的诗句 但是就是可能就评价你 都是慈父的类型 老父亲的类型 对于这个评价你自己怎么看呢 你都说了我听不懂了 你还要让我解释是什么意思 就是粉丝们 选手们评价你是老父亲 谢谢谢谢 我查一下是什么意思 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化 还要再学习一下 那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下一场要面对到Fung Plus了嘛 也是一个素题了 那对于下一场比赛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应该会有很惊讶的一场比赛 因为好像我们跟Fung Plus的远分 也蛮久了 好像好几年了 然后就他们重新加入了牛国力选手 因为打得下应该挺好看的 然后然后我们就跟打对面也是 就是一个就是差不多感觉嘛 然后应该大家都是看得很爽的一场比赛 希望那个时候大家都看一下 好的也是一起期待下一场 IG对阵Fung Plus的比赛 谢谢如今选手来到我们三国采访的环节 让我们把镜头交换给解说期 我们的采访期啊 饱了饱了 饱了饱了 一般采访我师傅怎么看的 但是刚才这个感觉看得很认真 今天这个采访还是不错的 是的 谢谢大家